好 現在不是回來 是我們加班 加時呀 踢球加時呀 因為有些東西漏了想說 大家有空就做了 沒錯 我們就是講一個 香港 一直以來 都是躺在那裡贏的 很受尊崇的一個政黨 但是我們發覺他近幾年 越來越露餡 露餡得來 還是令人覺得 是 很難堪他們的表現 我覺得 其實 新東的人 現在是很後悔 選了個楊岳橋出來 因為原來選了個出來 除了玩facebook 打飛機 除了出來 抽水之外 什麼實事都不做 做KWL也不要緊 做得不好 最新的一宗就是 他要嘲笑了馮檢基 這個真的要分享一下 這個真的有口話 你說一下他在說什麼 那句傳句叫做什麼 有頭髮誰想做檢基 可能聽了我們的節目 嘲笑了馮檢基沒有頭髮 我們這個網台節目 我對你是立法會議員 楊岳橋 你還有一個大狀 這是你不能說的 這是你從政的嘛 還有這些是你幫人倒米的 這是你這些做法 因為 好像我們做網台 我們不是賺錢 我們是自如如人 自己開心 自如又令到觀眾開心 我們說什麼都沒有所謂 我們說真的 首先要嘲笑我們 其實我敢說是香港政界第一個嘲笑沒有頭髮的人選 選舉的目的 那就是你 那不是你 只有你 關心政治人物的頭髮 因為那個包裝很重要的 現在香港人 先敬來以後的人 只是看你的樣子 不會覺得你有什麼正跡 我們節目說得最多的東西 選舉如選美 還有沒有頭髮真的不用自意選到的 陳偉業也選到 陳偉業選到就是有頭髮的 他當年有頭髮的 材沒有頭髮 這種人當然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書面就會很大 我想說的不是 當年的陳偉業 還養了整個迪歪那款 很多頭髮 所以他的選舉 一直連任沒甚麼難度嘛 楊鶴喬說完這些 如果被人趕回頭 幫你起了新的 幫你整個對聯 即是 勾一條齊一條 誰想做楊鶴喬 那些網友其實也挺有創作力 還有一個 再說 刁民就罵了 有意直 誰還想做朱凱迪 說真的 如果你根據你的名字 我最擅長作這些東西 即是周氏人的缺陷 或是有些甚麼 本來我們不會跟你做這些低級的事 我們做網台會說無謂的事 但不會陪你那些人說這些事 但你去奉逢逢檢基 我們沒理由不招呼你 你是收公帑的嘛 你是民選議員來的嘛 你應該是監察政府 你不是出來抽水的嘛 請這個人幫他看著Facebook 這個是據說而已 我不知道 他用5萬5千元的薪金 請人回來幫他管理Facebook 即是專業抽水 這個議員上任 到現在都從來 是以Facebook抽水為樂的 基本上沒有其他東西做了出來 到關鍵投票的時候 就飛了去美國 剛好就在美國 上次拍片隔人紮營 穿了三件頭西裝出來紮營 你那個說服力就差一點啦 紮營營 晚上也是走了 他負責的只是紮營 你在這裡睡吧 是不是 我有沒有說錯 沒人啦 如果你玩過露營的話 你知道紮營是二個拆營的 拆營其實是難的 我想叫你更正他是不是那晚走了 因為據我所知 他好像沒有留守 不會留守的 穿三件西裝怎麼留守啊 我想問 第二 要不要吹頭啊 不過 從我觀察楊岳喬的頭刑 他應該是去到45歲會開始拆頭 即是發線向後移 他的頭刑很明顯 他從45歲開始 他拆頭的機會絕對是很大 我觀察人的發線是特別準確的 要先說他幾愚蠢 其實是要先說前轉的 不好意思 我又打勸你 我要講明 今天講這兩位 我兩個都認識的 不過也不要緊 照說 你兩個都認識的 那就是同行 之前在酒樓碰到他的嘛 那是 認識他很久啦 那是2014年 你說 前轉不是楊岳喬 而是郭榮鏗 他說要去遊說 遊說 別人不要取消這個香港關係法 那我問題就問 遊說這件事 不是政府做的嗎 其實他們也挺奇怪的 你為什麼反對黨做的 我真的不明白 應該是立法會議員做的 其實不是政府做的 政府的官員做的 這樣說 如果是建制派 譬如中國斌 我明白 但是你不是建制派來的 為什麼是你去做的 那這樣就大件事了 如果這樣說 你首先 第一 你會不會去到說 香港是沒有問題才不會啦 是不是 香港很多問題你會說 但如果你講清楚 香港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根本不是遊說的 你的效果不是遊說的 那為什麼你說去遊說呢 我就不明白了 這裏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真的去遊說的話 你作為反對黨去遊說的話 那我是 那邊聽你說的那些人 就說 你既然講香港這樣的環境 都有那麼多問題 那你都贊成 你都贊成 繼續維持這個地位的 那就是告訴他們 你在任何時間都會維持的 根據理論來說 他們應該指出香港有什麼問題 例如香港沒有民主 他們應該指出的 不會啦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郭榮鏗了 因為郭榮鏗是一個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 那他有功能性 沒有理由跟他說 我是一個不公義的制度裏面 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 那個制度本身應該取消 其實應該取消我的位 不過因為我正在做的 我不會說這件事 這個矛盾曾經出現過的 這個矛盾曾經出現過的 在歷史上 是什麼呢 就是當時 香港當時立法局 在這個 八十年頭 委任議員的年代 中士元 死了 鄧蓮儒 利國偉 那些人呢 就在英國 游說 希望 不是 希望游說 英國繼續 即是 不要說 加回大陸 喔 即是關心香港的問題 但問題就出現了 英國國會議員 第一句問你 你是否選出來的 曾經已經拘捕過了 郭榮鏗都算了 你當作功能組別 叫做為選舉 都是要選 那些人都是 contested的 那些人都好一點 但問題就是 你不是親建制的 你游什麼稅呢 如果你照實說出來 效果不是游稅來的 好像自己搞不清楚 我其實呢 我應該用一個 我怕阿Dilbert說出來 大家不清楚 我講得遲一點 當年 在克林頓時代 中國每年 都要向美國爭取 最惠國待遇 而香港當年是有些立法會議員 我記得的 不過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因為二十幾年前 在說九十年代 就會去美國國會 游說 克林頓政府 在給予中國 最惠國待遇之前 要附加的條件 就是 要令香港有民主 自由 要不然就不應該 讓香港有民主 要加一個前設 正常的民主派議員 應該做這件事 其實反對派的民主派 你是應該這樣做 這次 郭榮鏗 和楊岳橋 好像楊岳也有份 他說要過去游說 好像沒有 他現在在香港立法會還說話 郭榮鏗先去 基本上你做的事 好像財經事務局 只要過去 他好像頂了他們的位置 整件事很奇怪 他有一個問題 你不應該游說 別人做這件事 你是不應該用游說 你應該是游說 加條件 加條件下去 如果不是 不會幫助 有條件地 沒錯 如果你繼續在香港DQ議員 不公義的議會繼續存在 或者類似的東西 打壓香港言論自由 例如那些FCC 以後都不要這樣做了 你加條件下去 我們說過公民黨很多次 他們無緣無緣無故政府官員上身 很多次的了 他覺得他是執政黨 他覺得他是政府一部份 他是影視政府 上次反對派錢 他的思維就是 他們在幻想 錢給你們這些傻死窮 就是不公道 這是香港的庫房的錢 給你浪費的嗎 給你拿去扶貧的嗎 給你拿去窮人吃飯的嗎 不行了 什麼可以啊 余若薇有幾層樓 免他拆開就可以了 那些錢就賭了在創科局 給了500億創科局 因為他經常忘記了一件事 你不是在執政 就算 讓你說不派錢也好 他是不會拿錢 用在一些有用的用途 他只會不派的 其實大陸有一句說話 要用普通話讀出來 我知道你想說哪一句 才傳實是怎樣 吃地高油的命 抄中冷海的心 吃著地溝油的命 抄中南海的心 你的思維就是統治者的思維 當自己是習近平 這些人不可以胡亂說話 如果不是對國家不利 你不可以胡亂說話 他就被人打了頭 你為甚麼打我 你自己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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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在擺盪 被人欺負 他還有一個統治者思維 公民黨就是了 你們現在的議員被DQ 踐踏你們的法律專業 楊鑊橋很開心在立法會說 你們建制派的議員做不到事 我們公民黨的議員做到事 過去遊說美國政府 陸仲雄在哪裏 那麼 我覺得 如果你要做KOL 是有另一個玩法的 你不是好像 郭榮鏗那種 你先遲了個位置 不用 有一種玩法 這一日政府 有一種玩法的 有一種玩法的 我不是 第一就不要說過他遊說 因為他很明顯 這班人 這班人很明顯 一件事 叫做又怕痕又怕痛 就是這班人 就是很怕被人說你做漢奸 對呀 很怕被人說 他回來整篇文章的主題 就說我們不是唱衰香港的 對呀 那既然是這樣 那你就玩盡一點 把遊戲反過來玩 應該是我的說法 怎麼玩呢 就說 我們現在呢 香港不是太自由了 不是不是不是 就說 我是反映現實的 因為人家邀請我去 那我就把香港的現狀說出來 那說什麼呀 我不是說我個人意見的 我就把 所有建制派呀 大陸官員呀 香港官員 這幾年來講過 關於 一國 影響一國兩制的東西 破壞一國兩制的東西 集結成一本書 全部都說出來 包括 陸仲豪呀 那些 最噁心的東西都說出來 包括 其實他們過去不應該把 斯凱迪參選不了呀 被人DQ呀 選舉轉任 總陸共權呀 立法會議員被人DQ 他不是應該說這些嗎 是呀 為什麼會變成你去代表政府 我真的不明白 還有可以說一些什麼呢 代表政府說好話 叫人家不要取消呀 還有可以說一些什麼呢 譬如 現在說得很噁心的 譬如陸仲豪呀 這個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 不關你美國的事 我們基本法寫了的 照譯一次說出來 照說 或者 林鄭華說 美國在香港是少數有順差的地方來的 你這麼好 總之呢 把這些最噁心的東西全部敲出來 張梁愛思說一些說給他聽 翻譯成英文 是呀 中國人捱關窮 捱關我嘛 我們不怕捱 中美貿易戰 是呀 為什麼不說呢 有這麼熟悉的說話 還有 要政治正確 中國 香港 香港是中國神聖不可 分割的一個部份 中國 你如果 不是呀 你如果制裁中國 你麻煩制裁我 我們跟中國人同甘共夫的 共存亡 就算你不說個人意見 也不要緊 你就說吧 他們經常在說一國的嘛 他們將所有 他們說一國的東西 全部引水一次 那本基本法就讀他們 不用 我們要求取消 你特別照顧香港 我們不需要你照顧 我的建議就是 為什麼你要照顧 將所有大陸官員 香港官員 香港建制派 這幾年來講的 集結成書 然後將那些最噁心的 說出來 夠了 你不要這麼認真 不如這樣吧 夠了夠了 我剛才也說了 香港是中國神四不可侵犯一部份 為什麼你要侵犯我 你現在是不是在搞港獨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屌糕美國政府嘛 你們現在包尋和心 這些我給了意見 你為什麼隱姓 這個是隱姓港獨 你為什麼要做那麼好 這個是要給意見公民黨的 因為公民黨這幫傢伙 又怕痕又怕痛又怕被人說的 那你這樣說就沒事的 你把所有東西交出來 為什麼呢 這幫傢伙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這樣說出來沒事呢 到時呀 人家一說 人家一說 你們那幫傢伙賣港 現在其實呢 又說做漢奸 那時候呢 我就可以說 你的東西很怕被人知道的嗎 我有哪句話不是引述你們說的 現在你們的東西 不記得人的嗎 現在國家很失禮啊 哪有這麼高啊 你要這樣說的嘛 又誇人又怕痛 你就說這些 你必須不需要這樣啊 其實我覺得 公民黨這次這樣做 是不是打算拿回拜子經 我想不是啊 只是蠢的而已 還是想選政協 是蠢的而已 你正在幫政府游說 叫美國不要搞 這個黨真的很奇怪 我們這個節目就是多次分析這個黨的行為 只是傻的而已 這個黨又好像很統一 但他們那些前黨友 湯家驊退了黨 不斷說這些東西 真的沒有罵過湯家驊 這個我是解釋到的 湯家驊從來都是他們的金主 因為湯家驊收得比余若眉 但是退了黨也不怕 以前 退了黨也不罵 你明白嗎 因為 湯家驊是恩客 一句都不說 因為 公民黨這十幾年是靠湯家驊籌 所以他們喝水思源 這個我會值得賺 真的要賺 為什麼呢 即使湯家驊整個文匯大公的上身 他們都不說一句 叫做君子交絕不出惡釋 這個絕制反映在公民黨身上 這個是令人很欣賠的 沒有人做得到的 即使湯家驊已經是 《人民日報》上身 說話還阻礙文匯大公 那你就叫他吧 美國說 還有 湯家驊是楊岳橋的師傅 沒有湯家驊 楊岳橋什麼都不是 是不是 所以 楊岳橋動鴨沒有說過師傅一句壞話 這些徒弟 你可以別人說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你可以別人說的 別人都不能說的 因為整個黨都喝水思源 最不跟人說 最講真話可能是吳凱宜 吳凱宜 吳凱宜發掘到 梁天琦是去四十年來重徵 最傑出的 是不是 吳凱宜真是一流 哎呀 我們真是 看漏了這個好東西 這班人真是很奇怪 做了一些事 老實說 剛才我說的 你說要在香港的 大陸官員 香港官員 說這些破壞一國兩制的事 你整本書後的電話簿 你隨便說兩段出來 最糟糕的那些說就夠了 怎麼會啊 他們這麼聰明 我們不用這麼吵 他們很聰明 他們在抽水方面 抽水抽得差 抽風檢機就很聰明 抽水抽得差 看看不同範疇有不同的抽水方法 抽水風檢機抽得很好啊 聽完我們節目才抽的 肯定是 不過被人抽回頭也糟糕了 不是一定聽了我們節目 因為全世界只有我們 評論這些從政的人頭髮 所以肯定是聽了我們節目 不用說 我們呢 還有一個余若薇 好像不讓長毛出選 長毛不受控制 他害怕輸 那些說法挺有趣的 他的歌詞 好像楊千華那首歌 不受命令就是一種最壞名字 我沒有聽過你唱歌 我突然想起了一首那首歌 很簡單 先不要被他選擇 現在長毛突然又受命令了 又受控制了 真的嗎 長毛開了一節 屌本老派 他們覺得長毛不穩定 有時又受命令 有時又不受命令 我呢 其實想提議一個 泛民第一巴塗魯 要有他出選包贏 不過今天時間不夠了 我們接下來有機會 我們將這位巴塗魯 介紹給大家 大家 上網查一下巴塗魯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樣 拜拜